週末一大早民眾提著一大袋口罩到藥局退換貨 就是因為加利混沖錄製口罩引發退火潮 當然擔心 因為戴了不知道有沒有保障 還滿煩的耶 老人家要跑五樓 要跑下來換 根治衛福布公告 4號至11號為期8天 拿著加利錄製口罩到健保特約藥局 或是地方衛生所都可以換貨 一片換一片 想要退廢則要等到9號起 加利公司的巴黎工廠 但有數以超商超市等通路不能退換貨 而從好奇到加利工廠退廢 不管合裝或實名制就是一片計費 一片退五元 昨天大概將近就一百多人 那總共換取的口罩量是4100片左右 工作一定增加了好幾倍 因為要回收 然後新的再換給他 然後加上原本的實名制口罩 除了日常業務 實名制還要協助退換貨 鑰匙好忙碌 還有鑰匙火大發文 怒嗆加利老闆一個月能賺176萬 卻連臨時工都不肯請 還說是為了員工不覺得丟臉嗎 口罩廠賺大錢 苦的卻是他們這些鑰匙 新聞一曝光讓不少鑰匙同業都好擔心 就怕民眾誤會是藥局再搞鬼 這次發現錄製口罩的吹哨者鑰匙這樣說 這個是每個人在做的事件啊 昨天換了兩千多片了 從疫情一開始就一直很辛苦到現在 吹哨者鑰匙低調不願多談 但提到疫情爆發後 工作量的提升也是標清無奈 鑰匙真的辛苦了 記得另一位逢人知情美食報道